灰色上一年輕人 就是酒駕撞死人的駕駛 闖禍第一時間 就打電話把媽媽摳來了 現在是怎樣 你不要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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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你們不要動手 你們不要動手 做母親的來到現場 第一時間不是關心傷者傷勢 而是忙著黨媒體 開著作死人的兒子靜也 跟著加入 整個過程無性男子吞雲吐霧 一副事不關己 媽媽在一旁聽得眉頭緊皺 這一幕令被害家屬看得心寒 當然叫做我們不早 人家心怎麼過的 媽媽上車前還嗆了現場 所有人不懂為人母的心情 願意替兒子承擔一戒 那被撞死 撞到重傷的騎士家屬 又無其無辜 酒駕撞死人找媽媽來過行 無性男子被稱為葉冠亨 葉少爺翻辦 所以媽媽是最做 他是越好生 很早就被害了 然後 稍微過保行 那我也不知道 我剛剛才知道要開名車 親友低調只說駕駛是單親家庭 怎麼開得起百萬名車感到意外 但找到無性男子臉書 生活獲得相當精彩 全是吃喝玩樂與朋友聚會 吃的料理看起來都相當高檔 穿的衣服也都很體面 這幾年來KTV夜店 遊樂景點像是成了他的重心 生活看起來相當富裕 但諷刺的是 無性男子臉書上 曾分享一段少年拿棍棒 毆打老翁的影片 氣得罵說少年行為不妥 看得出當時的正義之心 如今卻是喝酒 還開車上路撞死人 到頭來自己闖過 還得有母親陪在身旁 記者王家慶 賴筆箱 高雄報導